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是说特别的几天 其实去到夏天 去到二十几三十度 他们就不习惯装冷气的宅宅 我真的不行了 你问我 老实说 我几天前 我见到人分享了发明冷气的开里 那是图片 开里当然有没有说过这些话 我说不知道 分享了开里先生的照片 然后配这些字 我也觉得很值得 他说原文是英文的 中文大约是说 我发明冷气机不是要你们开二十六度 那真是串着环保冷 我不知道有些人说开了多少多少多少 我说很简单的 我有时候觉得冷的 在公司 我看一看原来开了二十一度 冷的 那我就开了二十三 咦 我觉得你这么冷热的 我又去幕后冷气 你也想到二十度了 那我就十七了 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我看的度数 是你觉得热还是什么 体感是和濕度有关的 是啊 很多 是啊 即使28度 如果濕度够低 你不会好 所以不是说完全单纯教育 还是28度 但是又这么说 你问我 香港是夸张的 但是我们真的习惯了 我甚至乎现在呢 我这么肥大也好 有时候我进餐厅 我都戴着一件薄衣 为什么呢 它真的会很冷 但是我宁愿戴着一件薄衣 反正我载车没什么所谓 我绝不能忍受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 不知八几年 还是九十年代 八几年代尾 八几十年代尾 含家产丢你了 我住东京 我记得了 我东京我不记得什么酒店 应该是池代那里 但是那时候日本经济 我们香港以干事的经济 日本是一个贵事 是 好了 他说开了冷气 我要 他那些旧酒店 可以开到这个窗 整个窗都推出去 原来我推出去 我的窗很差 大家想象我住什么酒店 我的窗本身好像马南 香港的马南 有一张蓝色的 不是透明的 你是看不到外面的 是 好了 我一推出去 原来我的酒店房 是对证 你知道 在日本的东京 东京都 很多的天桥 在二三纽州 就是香港 原来在那条断桥的下面 但是我宁愿开窗 很多吵 因为有车 因为它的冷气 是热到你等于 我宁愿开窗 有生风 那时候是夏天 你都没那么热 因为那些冷气 你们教过 日本人的那些 你怎么怎么搞的 我们不是的 我们香港人 一入到商场 哇 干嘛 真是冷的 我们开到很冷的 我这些摆明是 怕热不怕冷的 你讲一下日本 我简单讲一下 我去到 应该是 新宿太子酒店 是 秋冬季 我进去 很热 没有冷气 我召到前台 我想开冷气 他呆了 秋冬开什么冷气 很热 他是不是穿了暖气 他说我们中央的暖气 我说不行 很热 不行 他叫我开窗 你的窗子锁死了 他整天都熬热 有时候是这样 尤其是日本也好 去欧洲也好 我刚刚今年 去 侯斯登堡 即是侯斯登堡 去扮荷兰 九州 我应该是三四度 两三度 或者零下是冷的 但是 结果我是怎么样 我和老婆 都是入到一间房 要开窗 但是窗子开不了 开了一条 开了一条 你知道那些 他怕你跳楼 正想说这句 我怕你跳楼 开了一条 我宁愿有三四度的风 他打暈不回我中央暖气 他的暖气 开到你很干 很热 直接是热 吊了什么 我宁愿 就是这样 暖气就关不到 中央 开了一窗 吹风进来 结果呢 我也是热的 都是盖住脖子 盖住个套 脖子身弄出来那一只 所以受不了 冷气就要够冷 所以有时候 我老婆 刚刚在家庭 两部冷气都换了 只有分体 很大的 我老婆说 你觉得冷气 没什么冷感 我看一看 有什么冷感 24度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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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两部 凑了就不够了 然后就把那个 dry 冷气死了 喂 不环保 老老实实 我知道 一定有人吊我 吊你老母 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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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林超英 那样笨擦 好了 我们说一下 这班人都够僵 我认为很公道 话说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 就是这个奥运足球 男子组赛事 阿根廷对摩洛哥 应该是前晚发生的事情 那 他就 赛果 最后赛果就是2比2 那出现什么事呢 原来 是有 他们踢完的时候 就是 臨完场前 就摩洛哥领先 阿根廷2比1 跟着进入这个保时时间 但是非常之长 保时那时候 球证打出来 要保16 不知16至17分钟 OK 打到呢 14至15分钟的时候 终于阿根廷追和一球 2比2 哇 去到这个阶段 哇 那些球迷很开心 所以你发现几十分钟 那些工作人员 那些球迷是涌到场里面 慶祝啊 那些 于是乎 哇 就要暂时暂停 赛事大作2、3分钟 一个暂停呢 就暂停了一个多两个钟 OK 那些两个钟里面 其实香港马会 或者很多其他博彩公司 就派了彩 2比2 谁知道呢 大约是这样的 赛事回来了 2、3分钟 球证就看VAR 大家知道VAR是什么 就发现 咦 阿根廷的入球呢 入球前呢 犯规在先 我没有看 不知是月位 或者是什么 所以就脆了 于是乎变回 中场结束 就2比1 其实呢 两边球员都 How come What happen 为什麽呢 其实他们觉得 2比2 你完场 那时候那些人拥下来 就完场了 都不想踢的 就完场了 那当然啦 你现在摩纳哥 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变了他有三分 但是呢 于是乎原来在马会 在教祖前呢 他以为是2比2的时候呢 就派了彩 给买和波的球迷 好了 那现在呢 马会呢 就直接在他的户口 扣回彩金 嗯 甚至乎也被扣到 富了 那这班人呢 就在Facebook上 弄了个什么 苦主群 聯大联盟 又说要不给钱去 是 喏 我先不要说个法例 是 那些报章就立刻问了一些律师 那法例就很简单 其实就等于银行 入了钱给你 入错钱给你 你不给回去 其实他就 输你 随时可以告你 是 是很简单的 喂 你问我 是很不拒 但是你想想 其实那道理很简单 沿赌服输 如果不是中间 那个球 那个球赛停了 过几两个小时 是顺畅的 咦 你进了波 二比二 然后立刻吹回 看VR 就是慢镜重播 哦原来不是的 二比一 其实你也是输了的 只不过 他们执着 就是 马会按照他派给我 因为我也没有叫他派 他可以不派住的 其实我认为是 你问我 为什么呢 一天球证 还没说吹鸡圆场 你其实是不应该排阐住 马会就应该是 那些操板手画的电脑 就真的以为那边原海场 停了过几两个小时 你已经报了十几分钟了 停了过几两个小时 那我觉得 不要争论了 你一定花不到的 那些钱 他一定是找回你的 好像有银行那样 我不知道 中章西望 你有没有看 早前有过的妈 又说女儿入了三千元 对 那最后怎么样 有没有跟进 好像我看cam 就说见不到日本钱 对 然后说报警 是 就是银行说报警 说有人需要加密 我不知道跟进是什么 对 因为我觉得 其实银行也不会骗你 那些银行有了 其实我做日本公司是银行 虽然他不是做零售银行 但是我也有一些基本知识 其实那部机 他最后有没有入到 银行一定知道 知道的 即使你入多了是不重要的 你回去跟他那天 知道的 他卖不了数 他实际给你 所以信cam 信银行那条数 就是最尽快的 对 老实说 这个世界上个别的境界 我都不要说 一般来说 因为去银行 开那部机 拿这些钱出来 也涉及了保安公司 是 有电脑的记录 有cam 现在的cam 可以宣到好卖 看着你 那个记录 其实 但是 你要这样欺骗 你要串联很多人 然后欺骗你 一万多千 不可能的事 是 不可能的事 当然你说会不会有机关 即是机关障碍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用那件案子来看 我觉得是他女儿很有问题的 OK 好了 另外 这个之前 我说这么久也有这些新闻 医管局女高层 莊慧敏和骨科丈夫 就说他 在黄埔超市 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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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西瓜 一个墨瓜 两包布丁 两包南梅 两包刺身 一包壽司 一包鸡 一包鸡 总值1632.8 被判罪成 罚款5000元 不复上诉 以他们这样的身份地位 就一定上诉 喇 他现在就打什么呢 上诉 就是打那个 警察 跟他们说 其中一个警察 就说 喂 誤道他们 你没有说 就是偷 其实这个不是误导的 你问我 这个是他警员 扮案 那个客观现实 你问我 你走出去 你没有说 就是偷 真的在他们的定义 只不过是你要去解释 令到法官信任 你是真的一时忘记 还是怎样 其实呢 一时忘记 你多余 老实说 两个都是医生 读这么多书 这么高级的社会人士 我觉得 你在我的立场 我都没有觉得 一定要挫死你的 但是法官信还是不信的 如果你说纯粹 你说分了心 其实你问我 我觉得很不合理 一个分心 两个分心 但有没有可能真的分心呢 有时两个没有聊天 都没有为意 你有没有付钱 也不奇怪的 但是他现在就是打 有一件事 我觉得 他是有机会有得打的 就是警员拒绝 他们两个人 联络的女儿和律师 警员拒绝 他们两个人 联络的女儿 都可以测试 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影 警员是不让你们联络的律师 因为他说 另外一个警员是说 不用了 不会留案底的 要什么律师呢 那些小事都不会留案底的 于是他们很心急 去联络女儿 他们说这样拍 如果是这样 这个是很大的误导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录影 如果有录影的呢 虽然你问我 我都觉得你很蠢 我都觉得你很难看 喂医生 喂 入到警局 我们去检视吧 去看吧 鼓劃仔做吧 我没什么要说 阿sir 你够了就搞 你够了就告我 不够了就48个钟放人 麻烦 喂都这样 你够了 你够了够了 好 好了 再说完这件事 再说 张韵晴 即是之前张端怡 和老公扮你离婚手作 有没有看这段新闻 没有 喂 原来 张韵晴42岁 真的不像 他像三十多岁 你知不知道张韵晴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普伦正 又大波 快去搜索一下 是的 即是做 其实你如果说要做 正义回来的表姐 就已经是太迟了 其实很早时候 我们都认知她 这个女孩 可能我看了 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是的 首先 唉 我真的不知道 尤其是那些美女 是不是感情多摸 之前就说 以前和 和 张志恒 拍过《TOP》 爱得很痴纏的 现在 结婚都不太久 离婚 又出了一封公开信 如果这封公开信是真的 我觉得 我信她的机会大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她们假裁离婚 如果 这封信是 道赞的呢 那可能对那天离婚 或者日后 那些官司 是会 有影响的 好了 那我们看一封信 他讲什么 才是很短的 啊 对于我来说 离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决定 我非常明白 事件一旦公开 对小孩子会造成肯大伤害 但我针迫不得已 才做这个决定 我宁愿勇敢地承认自己婚姻失败 都不愿活在每天被威胁 被情绪勒索 被道德绑架的日子 每天要担心 何时又要面对无穷无尽的猛马 诬猎甚至乎是争吵 我对待婚姻并不遗弃 为了我的孩子 过去一直以容忍和退让的态度 致力去维系 处理双方的关系 但是在2024年1月12日下午 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真是败乱前 我儿子被他爸爸带了去台湾 以此要挟我就范一切 我以即时报警处理 令到亦都令到婚姻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孩子更因为突然失去妈妈而变得无安全感 加上长期见到妈妈被骂 亦都令孩子变得封闭和不喜欢讲话 从结婚当日起至现在 家庭所有开支均由本人一力承担 我一直努力工作去维持生活所需 但是一个独力承担家庭的女人 在婚后的日子就得不到应有的外户 常活在被情绪勒索的惶恐 言语暴力的伤痛入面 甚至原本作监察孩子在家里的CCTV 最终成为她经常说要公开我生活私隐的要挟工具 对方种种激进行为 已经把我逼到个临界点 为了个儿子和我安全着想 我必须拿出勇气将这段婚姻画上句号 和儿子展开新生活 对于年日来 本人工作上的客户或者朋友所受的骚扰 令本人不得不提早发出声明公开本人现况 以正视听 本人张晴昏也对此深感抱歉 我们看看 张晴昏在2020年突然宣布再婚 即是之前结果婚 2020年11月和圈外男朋友呂成忠逢止成婚 当时张晴昏说 阿周就是她的老公呂成忠 就从事i-tun行业 两个人一年多前认识 男方力追去打动了方心 之后不时陪伴出席活动 又做柴可夫管接管送 那据说呢 当时张晴昏就向别人介绍 阿周是她的经理人 哦 经理人做i-t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会因为那条女性 就说会站在她那边 但我真的要这么说 我是相信她 因为刚才那件事 现在离婚 如果是乱用说 就真的可能会有些影响 唯母则强 唯有小孩 很多女人 就会强大很多 但是你说如果她所说的是真的 哇 这个真是个混蛋 喂 我真是不想明 这个世界上真是好多 好多蠢的混蛋 我真是不值得的 你如果给你个啤梨 你未知哪个人 我立刻给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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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你老母海 禁忍昂救 这些人要打死去 妆忍情 不好意思 竟然我是不知道 要我出了妆忍情 混蛋 不要紧 我找到了 不 我给你看一下 喂 给你 娶个女孩 娶个女孩 很有事业心 对吧 给你娶个女孩 我屌你老母 你谁给你娶个女孩 和我生了 还要支付我身后所出 我屌你 我当你 屌你还要给我面子 出去呢 我明明没事了 屌你 我老公去做电商 就是IP 是个经理人 喂 我真是 屌你 屌你屌你屌子都拉得起来 喂 有远范咬 几两个人 是吧 屌你屌你 凡身这样子 操控 为什么呢 就这样看下去 他这几年 因为应付不了家庭开始 要他老婆出去 找食 我们见到很多 因为要老婆出去找食 但是始终是东方人 内心就不平衡了 OK 屌你老婆 是他老婆有本事 好了 然后 他老婆是漂亮的 是有名气的 就很容易怀疑 屌你老婆 干什么这么晚啊 屌你老婆 是不是屌你老婆 你靠狗你啊 喂 你神经病吗 我不用做事 不用吃 吃饭 好了 通常都是 接下来说老婆 好了 而老婆 就是越来越多 而没有信心 屌你老婆 是 你再是这样 我不是 你真是当我没理由 屌你老婆 屌你老婆 我来看着 儿子的 CCTV 都说 拿来兇她老婆 家里可以什么兇到老婆 其实没什么 要是他就说 屌你老婆 我把我和你拨戏的照片 把片子爆出 我没什么 我不怕 你弄一条 你弄一条 你要面子 摆明是这只混蛋 真是猜到的 屌你老婆 好 然后一月的时候 他不知道情况下 带了他去台湾 那当然是兇勾他 所以有时候 不知 庄小姐可能不打脸 就很难关心人 被人填乳物语 骂子 好了 马上说完这里 是我的网友发送给我的 是一幅图 我应该没有发送给Operator 所以不能发送 是肖先生 肖若元 对于这个 Trump的评论 大致上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看过节目 是他网友发送给我的 Trump当日 香港通过国安法的时候 他没有表示强烈的意见 没有即时制裁中国 他是出卖了香港 现在他是否想出卖了 乌克兰和台湾 我就不知 我不知道是不是 老蕭 我感覺到他很久沒有聽 他的立場 開始偏向了 美國民主黨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在過去來說我認為是沒有所謂的 說真的,保守一點,進步一點 正式的事情,大家都是 但是大家真的要明白現在的處境 我昨天已經說過一次,我不想再說 現在就是人類文明 在我們見到的 人類文明的 轉接位 如果特朗普代表的 保守派上台,未必做到 未必做到很多事情,或做不到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希望 覺得我們是否可以撥亂反正 去到一個我們熟悉的 生活,比如我們尊重 民主,尊重制度 尊重法治 我們會有回歸家庭 保守價值 我們會 當然,我不覺得 反對同性戀 不是那一種,大家是開放了 甚至乎代表也是 但是如果不是,你會去到一群 你不是說那些,他們有什麼意義 是我反對 是他們在競選 或者平時的運動 所謂的 什麼,覺醒啊 運動員,Wook是什麼 覺醒啊,我不知道 Wook 他們為了去奪權 或者拿話語權 是將所有的歷史時空 所有的我們人類道德 扭轉 就算民主黨上台 是令到我們香港人 或者台灣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待遇 我不排除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要看一個大局 就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大局 即使自己能夠 可能能夠 狗扯偷安也好 都是不能夠給 你以賀錦麗為首 這一班人上台的 你不用點頭的 是我的意見 所以你無論如何 你只能夠投降特朗普 很清晰的我就 好了,但是呢 蕭先生呢 開始了,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因為陶傑呢 又是要支持特朗普 是分口講了 他因為跟陶傑的關係 他爭脫了 但是我真的要回答蕭先生 他說 當日 他沒有強烈意見 沒有即時制裁中國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呢 都挺契弟的 這些是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老實說 是啊 我們是沒有本事 這也是現實客觀的條件 但是 喂 帳上本 無種藍而當自強 你自己不去爭氣 你希望別人去 跟你發聲呢 當然他發聲 固然好些 其實就真的 好 真的好 好沒用 香港人 好了 你說他 這個是事實 他沒有提出強烈的意見 那拜登上去四年 是不是很多機會提出強烈的意見呢 為什麼拜登不做呢 就是民主黨 好了 他說 他是不是想賣烏克蘭 他常常擔心 現在很多左派擔心 川普上台 會 譬如 喂 現在 原地停火 好 於是 於是 令到這個 我都認為很悲哀的 這個 侵略人家領土的俄羅斯 無論如何 都叫做 得到一些東西 對吧 對於這個 人類在世界大戰之後 那種 不能用武力去奪得 人家的領土 那樣東西 是一個 恥笑 不可以這樣 一定要情分去好 OK 喏 我都覺得這個道理是對的 我都是拜這件事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現在 真的在打仗 天天在打仗 天天在死人 俄羅斯兵也在死 烏克蘭兵也在死 那是不是要停的 不行 我要懲罰他 好 那你們懲罰吧 打著俄羅斯 你現在是不肯打 是 那如果你不肯 真的用雷霆 為什麼呢 你真的用雷霆殺手打 我不懂這些軍事的 喂 俄羅斯有核彈 你們是球鼠忌器 又怕之後會變成大規模的歐洲戰爭 引估世界戰爭 於是 就繼續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上 繼續在兩個國家打 就天天在死人 是不是因為你們那種大愛包容 現在不是大愛包容 要懲罰俄羅斯 你想想 喂 我放在你懲罰 那你懲罰吧 都心肺炎 做事 不想做 如果這樣你不做 繼續在那裡死 是不是要停呢 我告訴你 大家知道 如果我聽這個節目 立場很清晰 我第一時間 我以我們這麽好的人 當日他一侵略 就已經要打 你不要直接炸莫斯科 喂 那地球會沒日 就是因為地球你們害怕沒日 他都知道你害怕 因為見到你拜登 他猜到你 你就是膽底 為什麼呢 因為你 阿富汗那些事做得厲害 他就敢打 如果你一早 你表現得你強勢 就不敢打 你當特朗普 被人射一夜 都沒有說當選 現在說到快要輸 喂 你倆那些什麼 內塔尼亞胡 看到站連司機 和他通電話 因為他們覺得 喂 這個不是那個 不是拜登 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你是什麼選擇 他問他會不會賣台灣 你這個想法又很合理 因為美國人從來真的不需要,也不是第一次賣你,但是老實說,你看回現在的形勢先, 去現在所謂的保護台灣,老實說,我作為中國人,我當然要罵你,罵你美國人罵了,這個是一個國策來的, 細緻的事情我不想說,我想我的聽眾都明白,不是你特朗普,或者不是你拜登,可以去扭轉,因為這個,說真的, 特朗普說話,由day one開始,成九日,他們那些人是永遠用一種期待正常,就是那些政治人物的政治語言, 他們經常說,這樣不行不行,但是你看特朗普那四條沒有打掌,譬如特朗普,剛剛那個早前那個, 我忘記了,巴勒斯坦那個貴的,那個是煮禍的,都不是說喀喀斯的人來的, 看到特朗普被人罵,都立即是我去問,特朗普又出來說,哎呀,老有記,他跟金仔訪問完, 有些人就聽不到這些話,他就說,哎呀,金仔,我的老友來的,very easy, 我跟他talk了,吵了三三小時,ok,我跟他說,吵你了,喂,迪士尼,吵你了,好玩呀,吵你了,麥奇老鼠呀, 他跟習近平,他都是這邊的,跟他說,喂,我現在剛剛差了,那我哪裏, 跟他說,哎呀,Personessy,好男朋友,he is my good friend, 你以為你們當真嗎,喂,老實說,他也是這一套東西, 就搞到那幫傢伙頭不轉,去這頭good friend,喝酒,喝酒, 喂,我現在炸了哪裏,習近平你記得嗎,習近平,呆了,呆了, 所以呢,老蕭呢,是不是想轉態,還是怎樣呢,但是我是說,如果從一個,要不就蠢, 就是你去左膠那麼蠢,如果在這個時候,我講的,可能這次被人病到七彩, 你在這樣人類關鍵的時候,如果去選擇賀錦麗, 我一點點擔心,我的美國網友放心,你和大家講,這個momentum是會轉的, 現在這個叫做蜜月期,我是很有信心的, 只要我和你計算而已,上屆,上屆,Donald Trump七千五百萬票, 拜登八千幾萬票,那些票是真正假呢,那我當然覺得假, 很多假票,是吧,那你怎麼知道,你要看回,再上一屆, 大樣,我現在突然想起,繼續說,K拉里,六千幾萬票, 希拉里呢,那時候呢,她的選舉就是什麼,第一個女人啊,精英啊, 她有國際經驗啊,做過這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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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卿啊, 喂,她老公在白宮,幾條人家含啊,她很慘啊, 喂,去到這樣,每天出來選舉,希拉里,六千五百萬票, 你拜登憑什麼,我講上屆,會有七千五萬票, 如果這樣想,拜登呢,頂龍呢,就有民主黨那些死票,五千五百萬左右, 那即是說,做了二千萬假票,如果上屆,我計算一下, 好了,如果今屆,Trump,因為經過幾年了, 他上屆竟然七千五百萬票,是比他第一, 2016年的時候多了一千萬票, 他今屆呢,他隨時,八千五百萬票, 甚至九千萬票,八千五百萬啦,我保守一點, 那如果,你說賀錦麗,他是拿回死硬派的,五千五百萬票, 那他要贏呢,他要做四千萬假票, 好了,四千萬假票呢,就九千幾萬對八千幾萬, 就一億七千萬票,已經很假的了, 因為他投票率不能夠去到八九十個巴仙的, 好了,但是未必穩陣,因為你不知道Trump拿多少, 可能要做夠五千萬假票,有一萬票,一億票, 一億票,一億票加一億八千五百萬, 一億票加一億八千五百萬, 投票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麼算投票率, 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盡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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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告訴朋友,不用怕的, 民調堅決不要做,總而言之,你很討厭Trump也好, 為了人類文明,這個文明,他們經常說, 喂,選了Trump會破壞民主, Trump 破壞了什麼民主呢? 像林康正所說的,如果Trump 破壞民主, 他在採用四年,都抓緊你的頭頭,一個都沒有, 反而,政治罪犯,你抓了八九幾人,一月六號,你民主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如果老蕭,我不知道,有人發給我, 他是分析,還是他的意向呢? 如果意向是這樣,就證明蕭先生, 是一個我真的不相信,是一個聽眾來的, 是一個很短的事,為了自己的利益, 表你那樣的含家產, 我很難相信,我聽過這麼久的節目, 原來是一個很短的事,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敢理別人的含家產,我真的很難接受, OK?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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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